竹佩从老总办公室里出来,一路低着头小步快走,一头扎进了洗手间。 关上门,她坐在马桶上,扯了两圈纸,按在眼睛下面,纸很快就湿透了。 不是第一次了,一被税务击合,就埋怨她这个财务主管,骂个狗血淋头,劝她按张耐税,她听都不听,被查了,就让她想办法摆平,她是谁。 她要是有这个本事,还在这儿受气,竹佩慢慢吐出一口长气,不敢啜泣一声,被人听见还不知道会传成什么样,她爬到这位置不容易,不能出什么差错。 何况,一个女人在职场,29岁,已婚未遇,要换工作哪有那么容易? 哪个HR不得问一句,您计划什么时候怀宝宝呢? 她计划,这要是能由着她,她早就回家生孩子了。 可一边买房子十借的首付刚还完,现在还在还贷款,每月得用取她小一半的工资,另一边娘家不给力,自顾还不暇。 婆家更不用说了,去年林栋他妈做个胆囊摘除手术,他们存的那几万块钱差不多都贴了进去。 以前还好,俩人收入都算稳定。 可上个月林栋突然说要和几个朋友出来自己做,弄了个游戏工作室,能不能赚钱还不好说。 她自己倒是信心满满,说让她准备好,明年辞职回家生孩子,再也不用担心钱了,有她呢? 其实,竹佩没有这么强的信心。 她的男人她知道,老实温和,体贴勤快,是个好人,也是个好老公。 但能力上,客观地说,并没有什么突出之处。 但她说话时,一双眼睛亮亮的,她就心软了,说不出打击她的话,只亲了亲她。 大不了赔了,不是还有她吗? 不管怎么样,总有她一口稀饭的。 竹佩最后想,那时,她根本没想过,原来老实人,也是会骗人的。 而且她骗起人来,更防不胜防。 下了班,竹佩赶到单位附近小区的菜市场,买了点菜。 另外,陵近住宅区的菜市,和写字楼下面的超市相比,价格要便宜三分之一,而且更新鲜。 她提着一小把酒黄,一块牛腱子往地铁站走。 半路上,林栋打电话,说今晚不加班,要过来接她。 竹佩算了算,地铁要转车,需要六块钱,她过来也算顺路,便答应了。 站在路边等了十分钟,她的小奇达就到了。 她拉开门坐进去,座位中间放了一杯酸奶,林栋笑容满面,你喜欢的紫米的,快喝吧。 买这干什么呀,十块钱呢? 她称怪着,还是端起来喝了一口,心里很甜。 她却眼神闪了闪,有些不自然地说,下周游戏就上线了,都和你说了,我会赚钱,别那么省。 没事,你那也是辛苦钱,能省就省点,也不能掉块肉。 她笑笑说。 林栋看着她,目光复杂,嘴唇动了几下,最后什么都没说。 晚上,竹佩洗了澡,打开笔记本电脑加班,看公司那一笔烂账,哪些地方可以作品。 林栋拿着电吹风站在身后,手指拨弄着她的头发,小心地给她吹干。 电话响起,是好久不联系的一个表嫂。 她有些纳闷,就让林栋关了电吹风,这才接了电话。 表嫂一阵寒暄,说得她越发摸不着头脑的时候,才委婉表达了意图家里盖房,借钱。 这你知道我的情况,竹佩一开口,对方就听出了话音,善笑着打断了她。 你家的事,林栋他爸见人就说,都吹上天了,你不是还想瞒我吧? 佩佩,你这样可就不对了,都是亲戚。 竹佩这回事真搞不明白了,我公公,她说什么了? 嫂子,我真不知道。 身后,林栋的手一僵,脸色也变了。 你家林栋中奖的事儿啊,足足八百万啊。 老林家刚买的新房子,一百好几十平,可带尽了。 竹佩的手机,她的掉在了地上,那边还在说,这么有钱,十来万对你也不算个事儿啊。 嫂子开一回口,你看着办吧。 她眼睛直直盯着面前的梳妆镜,镜子里面的男人面色僵硬。 林栋,她说的是真的吗? 竹佩嘴唇张合了几次,才问出口。 佩佩我你告诉我,她说的是真的吗? 她的声音猛地尖锐起来。 林栋突然从后面抱住了她,我想过告诉你的,我真的想过。 我就怕你不同意,我给他们买房子。 你说什么? 竹佩手上用力正,笔记本电脑被她扫到地上,发出清脆的碎裂声。 你说什么? 她的眼泪掉下来,我跟你在一起快十年了,我是你的妻子。 现在,你在说什么? 竹佩一个人睡在主卧室的大床上。 半个小时前,她抱着被子要去刺卧,林栋拦住她,自己抱着被子,一步三回头地过去了。 已经快一个月了,她,作为妻子,从别人口中,听说自己丈夫中了大奖。 她从没有想过,林栋会骗她,而且这样滴水不漏。 当年,学校里追她的人不能说多,可也不少。 林栋并不是里面最出色的一个,她选择林栋,就看中了她善良老实。 她是能从牙缝里挤出钱帮被车撞伤的流浪狗智商的爱心男孩,也是会因为卖糖炒栗子的阿姨找多了钱大老远还回去的靠谱男生。 竹佩过去和公司里刚毕业的小女生聊天,总是说,男人爱你固然重要,可她的人品怎么样更重要? 人品好的人,即使爱情退去了,对你也不会差。 今天,她觉得她给了自己一个结结实实的耳光。 她认为人品好的丈夫,在这么大的事情上,欺骗了她。 而且在此之前,林栋从来没有表现出来,不认同她对她父母的态度。 坦白说,竹佩对她这对公婆,确实不太能看得上。 五十几岁的人,自己尚且有劳动能力,儿子刚工作时,不说给点支持,反而开始要求他们来承担上中学的弟弟的学费。 这就不说了,反正读书也是正事,承担就承担吧。 但林栋他爸,还喜欢打麻将,以前没钱,打个一元两元的,输一点,自己还能应付。 等林栋工作了,就开始打五元,十元的,甚至二十的,输多了,就让人家找林栋要,搞得他们不胜其烦。 而婆婆,除非不打电话,打电话就是你弟弟干嘛干嘛要用钱,今天买手机,明天上补习班,竹佩这个长嫂,好像才是她的妈。 这样的事情多了,竹佩难免就要抱怨几句,没想到,这就让她认为,她对她父母不好,从而选择了欺骗。 离婚吧,这样的念头一出现在她脑海里,眼泪立刻就流了下来。 她是认真爱着她的,半夜,她还睁着眼睛睡不着。 过去那些是放电影一样,在她脑子里过,撕扯得她的心,没有一处不疼。 门突然开了,很轻,然后一个人捏手捏脚地走到床边,掀开被子钻进来,抱住了她。 她亲着她的脸,小声说,老婆,我错了,你打我吧。 说着,抓住她的手,往自己脸上打。 竹佩一动不动,任她抓着,一点反应也没有。 她打了几下,轻身来亲她的唇,小心翼翼地,带着点讨好。 你别这样,老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理理我好吗? 说着说着压上来,手摸索着,去脱她的睡衣。 以前她们总是这样,有点小争执,她就粘上来,撒娇耍赖萌萌打滚,一场亲热下来, 她也就冷不下脸了,她也许以为,这次也一样。 走开,她冷着声音说,我不,我想你了。 她胡乱在她脸上脖子上亲,用自己的身体蹭她,你看,小洞洞也想你了。 竹佩心火突起,不知道哪来的力气,猛地一推,身上的人就滚到了地上。 她似乎没有想到,半天才爬起来,半蹲在床头,可怜巴巴地叫,老婆,让我上去吧,好冷的。 竹佩没理她,我都交给你,真的,再不瞒你了,让我上去吧。 她还在哀求,似我有被子。 我不,她就这么蹲在那儿,我就在这儿等你原谅我。 我不会原谅一个欺骗者。 竹佩想起,今天老板吐没星子喷到自己脸上时的隐忍,和长久以来的节俭,眼泪又流了下来。 她翻了个身,背对着她,你们才是一家人,我算什么。 林栋又掀开被子爬上来,从背后抱住她,两个人贴合得像两只汤勺。 老婆,你别这样说,我真的,只是想给他们换个房子,我妈说,年纪大了,不想爬楼梯,我真的不是有意骗你。 你觉得我对他们不好? 她没吭声,我是不喜欢他们,我承认。 竹佩哽咽着,我怕了他们的贪婪了。 总是我爸妈,你将就一点。 行吗? 她把脸贴在她后颈上,轻轻磨蹭。 可正当地要求,我哪次没满足他们? 林栋,我没想到,你这样想我。 她继续说,更委屈,哭得颤抖起来。 一晚上,林栋到了无数次欠,又把卡交给竹佩,交代了每一笔钱的去向。 买房子花了140万,给她父母生活费10万,给弟弟报英语课3万,公司投了100万,剩下的钱都在卡里。 她抱着她又亲又求,想到这些年她的好,她到底心软了,离婚的话没说出口。 生活好像暂时恢复了正常。 周末,竹佩休息,两个人去一个新开的盘看了房子。 现在流行面积不大的京庄小别墅,算上赠送面积,价格不算高,很多高薪阶层也能承受得起。 竹佩倒不是想住别墅,只是那个小院子和屋顶的阳光房都让她爱不释手。 最后,林栋拍了板,买,趁着限价,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260万成交,两人都很满意,高高兴兴手牵手回了家。 没几天,竹佩公司被击合出一些问题,税务部门要求补缴税款。 本来还要处罚,她上下沟通,报告交了有一落,总算是得了个下不为例。 按说这工作做得已经很到位了,可老板不这么想,又把她叫去训了一顿。 当她第三次指着她的鼻子说,这不行那不行,我养你是吃闲饭的呀。 竹佩客客气气地说,那就不劳烦您养着我这吃闲饭的了,我辞职。 有了钱,底气是不一样了。 她自己苦笑一声,办公室里的几个小会计劝她,无非是忍一忍吧,公司待遇还是不错的。 或者,哪里的老板都一样不好伺候,算了。 竹佩笑笑,谢了他们,仔仔细细做了交接,半个月后终于离开了这个经常让她忍气吞声,怀疑自己早晚会气出乳腺癌的地方。 真的离开了,才发现,外面也没有那么恐怖。 竹佩很快找了一家专门做税务筹划的公司上班。 公司待遇不如原来的,但她看重这个领域,自己也挺愿意学。 面试的时候,彻尔确实问了怀宝宝的事情。 竹佩回答得很坦然,明年可能会考虑,但是我会兼顾工作。 如果公司不能接受,我可以主动离职,不浪费公司的成本。 考虑到她的背景确实不错,而且她这个态度公司也比较认可,公司最后还是offer了她。 林栋那边,游戏上线以后大概真的挺赚钱,她两个月时间陆陆续续交了六万块钱给她。 竹佩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赚了这些,还是更多。 她发现自己现在很难像以前一样信任她了。 她甚至有时候,想去看她的手机,看她是不是背着她给她父母赚钱了。 这是她们的悲哀,可她,无能为力。 曾经,那是最亲最近最爱的人。 把一切都交给时间吧。 她这样想,矛盾地再次凸显,是林栋弟弟林峰三摩结束那天。 当时,她和他一时兴起,自己买了底料和菜,在家里涮火锅。 正吃得热火朝天,林栋的电话响了。 她接起来,没一会儿脸色就变得有些为难,飞快瞄了竹佩一眼。 低声说,什么? 没这个必要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她现在的成绩也不会哪都考不上那边,不知道说了什么。 她脸色更差,话也说得更小声。 那不至于,国内的学校也很不错。 我和佩佩也都是在国内读的书这个,不是小事。 我和佩佩商量一下妈,你别这样说。 好了好了,知道了,会商量的。 见林栋挂了电话,竹佩起身拿起她的碗,把小锅里剩的牛肉和青菜往碗里面捞。 语气淡淡,先吃饭吧,你刚刚没吃多少。 林栋心不在焉地咬着牛丸,一眼眼看她,里面的汤汁见到灵口都没发现。 竹佩在心里深深叹了一口气,抽出一张纸巾,伸手过去给她擦,小心点,不好洗呢,跟个小孩似的。 佩佩,她戚戚爱爱地说,还是商量一下吧,我现在也吃不下。 那你等我吃完吧,我怕你说了,我也恶心得吃不下了。 竹佩说着,夹了一根铜蒿塞进嘴里。 别这样说,佩佩,林栋脸色不好,一副不高兴的样子,那是我爸妈。 好,那你说说他们要干嘛吧,希望这次是我网做小人了。 她放下筷子,我不是说你,就当为了我,尊重他们一点,好吗? 她迟疑了一下,继续说,我妈说,小枫三抹考得不好,211什么可能考不上。 她听别人说,其他学校去读了也没前途,不如出国选一个好学校。 然后呢? 竹佩淡淡问,林栋脸色有些尴尬,家里你知道的,又没什么钱,我妈希望我能供她读完书。 你同意了?没有,这不是和你商量吗? 小枫毕竟是我弟弟,如果我不同意呢? 她打断她,林栋愣了一下,佩佩妈说的也有道理,现在就业形势这么严峻,学校不好,好单位都进不去,竹佩终于忍无可忍。 看她这样子,好像他们一家都在为林峰的前途考虑,天天有她这个拦路虎,不肯拿钱。 你知道出国留学一年,要多少钱吗? 不是三四万,是三四十万。 你也说了,她是你弟弟,不是你儿子。 父母有本事就出国,上天都行。 父母没本事,让哥哥拿钱出国,当他哥哥是谁? 王思聪吗?人王思聪也是老爹有本事。 林栋被他这么一抢白,也火了。 他脾气好事不错,但脾气再好也是男人,被老婆指着鼻子说爸妈没本事,到底面子挂不住。 竹佩,你这么说我父母干什么? 我要是这么说你父母你愿意吗? 他扯着脖子,气得脸通红。 我父母怎么了? 我父母,我一共就给了五万块,他们还说让我们自己留着花你。 我父母再没钱,也知道为我着想,哪像你父母这样贪得无厌? 他声音也高了起来,两个人互相瞪着,斗鸡一样,都恨不得一巴掌拍死对方。 好好的一顿饭,不欢而散。 竹佩看着冷掉的火锅表面上浮起来的一层油脂,突然从心底里生出一种厌倦来。 这样的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冷战进行了三天,竹佩还是下班就回家做饭,吃饭时候也不看林栋,不和他说话。 林栋有几次没话找话说,他都一声不吭,该干什么干什么。 晚上,他自己去了次卧住,锁上门,任他在门外小声敲。 第三天晚上,下了班,林栋就等在公司门口。 路过的人多,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竹佩不愿意给人当热闹看,只好任他接过他的包,牵着他的手去停车场。 老婆,事情解决了,别气了。 他小声说,竹佩不搭枪,真解决了。 我和我妈说我没那么多钱,都投在公司了,还买了房子,让小枫先在国内读大学,以后研究生如果能考出去,我可以资助他。 你能说服你吗? 我不信。 竹佩哼了一声,撇撇嘴,林栋一噎,想起自己妈那咄咄逼人的话。 你买房子比你弟弟前途还重要,你也不是没地方住。 说白了还不是你没出息,受个女人管。 他善善笑了一声,说服不说服,反正就这么办了,你就别生气了。 这几天你不理我,我饭都吃不下,你摸摸,都瘦了。 说着拉着他的手去摸自己脸。 竹佩叹了一口气,你自找的。 到底还是不忍心,他又给他做了好几顿好的,想着补一补。 不知道公婆在老家是怎么说的,反正这段时间来借钱的亲戚,都没再打电话来了。 竹佩知道自己名声好不了,他也不太在意。 大不了说他为父不仁小气什么的呗,说就说,没人找他,反而乐得清静。 本来在他家那地方,也没什么值得他在意的人。 林栋的游戏工作室据说做得不错,上百万人在线是常事。 他后面半年,几乎每月都给他五六万。 竹佩对此很惊讶,问了两次,他只说这个行业就这样,做火了一款游戏,收益就很高,没做火,就血本无归。 他有些担心,万一哪天像他说的没做火,那投进去的一百万怎么办? 林栋却很有信心,说棋牌游戏,打惯了的人只会拉更多朋友来玩,不会亏的,只会越赚越多。 竹佩自己什么游戏都不打,他不太理解那些游戏怎么赚钱,就也没再多问。 当然,他后来有没有偷偷贴他父母,他不知道,他想八成是要贴一些的,反正他父母也没再打电话要过钱,他就全当不知道。 既然日子还要过,能不撕破脸,谁愿意撕破脸呢? 再怎么不愿意,春节到了,竹佩还是要和林栋回他父母家过年。 他像往年一样准备了给每个人的礼物,临行前,林栋却交给他两个红包,说给父母和弟弟的。 竹佩捏了一下,估计每个都是一万块。 过年那几天,家里外头都是一片欢乐祥和,反正他们这对散财童子回来了,除了竹佩自己心里默默不痛快,其他人各取所需,都是皆大欢喜。 年初六早上吃了饭,林栋他爸就出去了。 没一会儿,回来时身后跟着两个人。 竹佩端着切好的白兰瓜从厨房出来,客厅里已经空无一人,公婆住的主卧室门关着,里面有说话声。 他看了看手里的盘子,放轻脚步靠近了门口,先听到公公的声音,我就是玩玩,没多大事。 这不是你张叔他们听说你回来了,过来看看,等会儿你顺便把我输的钱给还了。 竹佩撇了撇嘴,就知道没好事。 屋里林栋说,行,多少钱? 四十万,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的声音。 哐当竹佩手里的盘子掉在了地上,里面的白兰瓜散落得到处都是。 门开了,林栋站在门口,脸色不好。 竹佩停下了捡东西的动作,站起身和他对视。 你跟我来一下,他握住他手腕。 把他拉进了他们住的次卧。 老婆我爸这事我知道,是他不对,我会劝他。 可那俩人,不是什么善类,在我们这儿没人敢惹。 你看,要不,咱先把钱林栋关上门,压低声音说。 竹佩正开他的手,仰头看他,我不会给钱的。 林栋,我明确告诉你,我不会再替他还赌债了。 佩佩他急了,他们不会放过我爸的赌博犯法,你现在应该做的是报警。 竹佩分毫不让。 报辟警? 那是我爸。 林栋话音未落,门烹的一声被推开,公公婆婆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 我儿子的钱,给我花怎么了?还报警?老子花儿子的钱天经地义,关你什么事?老头沉着脸,底气比竹佩还足。 竹佩嘲讽地哼了一声,他的钱是夫妻共同财产,怎么不关我事? 没听说过父子共同财产,所以我们的钱关你什么事? 竹佩。林栋大声说,见他目光像刀子一样转过来,又低声恳求,给我点面子。 只要你不拿咱们的钱去填这个无底洞,我什么面子都可以给你。 他一字一顿地说,你们的钱。 婆婆突然开口,是我儿子中的奖,她命理代财,是我们老林家祖上保佑的,和你们姓竹的有啥关系,本来就都是我们老林家的钱。 这就要开始鸣抢了,竹佩冷笑,没文化就多读点书,她买彩票的钱,也是夫妻共同财产,你们老林家再想要,也要问问法律答应不。 啪!一个巴掌落下来,竹佩头一歪,随即脸颊火热,房间里一瞬安静,林栋呆呆地看着她,又看看自己的手。 眼泪已经涌到眼眶里,竹佩摸了摸自己的脸,慢慢挺直了几倍,仰起头死死忍住,冷冷说了句,好,林栋,你真好。 当年说,一辈子对我好,就算全世界都说我错了,至少还有你护着我。 她自嘲地笑了一声,我可真蠢,竟然信了。 老婆老婆,她捏如着,我你疼不疼? 她伸手来摸她的脸,竹佩转头躲过她的手,从衣柜里拿出自己的包,翻出银行卡,回头塞进林栋手里,你要钱,好,卡给你,怎么用都随你。 那边老头冷嘲热讽,早听话不就省着挨打了,哼,女人就是要管。 林栋的脸却白了,竹佩没说话,拉过床头的拉杆箱,打开了放在床上,把自己的衣服用品胡乱往里面塞。 老婆,你干嘛? 我我不是故意地林栋来拉她的手,眼里带着恳求,老婆,别这样。 让她走,我们老林家的钱她一分,也别想拿到。 婆婆站在后面说,放心,我一分都不要。 竹佩正托她的手,咬着牙说,林栋,我们离婚吧。 说完,她拖着箱子,从几个人身边静止走了出去。 电梯门即将合上的一瞬间,她看见林栋追了出来,双眼赤红。 她按下关门键,忍了许久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明天早上九点,我在民政局门口等你。 我只要现在这套小房子,其余的都归你。 竹佩发完了这条微信,不等她回复,就关了机。 一路上,几乎是机械的买票,乘车,按电梯,开门。 直到进了家门,看见鞋柜上她之前随手放的一把蓝格子雨伞,她突然就失去了力气。 十年里,生命中都是她。 曾计划过的未来,也全部与她有关。 就连设想过的孩子的名字,姓的也是林。 现在,都结束了。 那些未来,再也不会来。 有那么一个瞬间,竹佩甚至觉得,这么痛,还不如从楼上跳下去,一了百了。 可她到底没有。 竹佩反锁了门,在温热的淋浴下抱紧自己,大声哭个痛快。 然后,仔细地擦干了眼泪,给了自己一个微笑。 她找了两个大纸箱,把林栋的衣服、书,从小到大的证书和奖状,从它们摆放在一起的柜子里挑出来,一件件整齐地放进去。 她以前送给她的那些东西,手工的小花瓶,刻了两人名字的手镯,写着佩佩是我的全世界的卡片,她也一并放了进去。 竹佩是决绝的人,既然没有了未来,过去也不必珍藏,再眷恋,也要放弃得干净。 夜里有人敲门,竹佩没有开。 早上从门径看出去,走廊里空无一人。 她煮了点粥,配着家里原来剩下的小咸菜随便吃了早餐。 八点半,竹佩打开门,准备出发去民政局。 门刚开,眼前人影一闪,有人扑进来抱住了她,带着室外冰凉的气息,还混合着酒精的味道。 老婆,我不离婚。 她下了狠劲,胳膊像铁打的一样,竹佩正脱不开,索性关上门,任她抱着。 我说,我不离婚。 林栋扯着嗓子喊,我他妈的娶你,就没打算离。 喊着喊着,就带了哭腔。 佩佩,我错了,我错了很多。 你怎么惩罚我都行。 她抓住她的手,塞进去半截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钢管。 你打吧,往死里打。 就是离婚不行。 她哭着说,佩佩,我爱你啊,我们本来一直都好好的,我们还要白头偕老,怎么能离婚? 竹佩闭上眼睛,眼泪顺着脸颊流到嘴里,又苦又涩。 欺骗是爱吗? 猜疑是爱吗? 在我脸上留下你的巴掌印是爱吗? 她轻声说,抱着她的身体一抖,却抱得更紧了。 最后一次,我保证,最后一次了,你别不要我呀。 林栋还是离开了,带着她的两个大箱子。 她不肯离婚,竹佩只有选择先分居,两个人都想清楚,还适合不适合在一起。 其实彼此都明白,存在的问题没有解决,离婚是迟早的事,不是今天,也会是明天。 竹佩开始一个人生活,她每天都会发信息。 道歉,恳求,要回家吃饭,睡不着,嘱咐她带雨伞,她一条也没有回。 经过了半个月的失眠,瘦了十斤,她慢慢平静了下来。 大学时最好的同学前年离了婚,苦口婆心地劝她,没有小三,还相爱,就别选择离婚。 离婚女人的日子不好过,孤单寂寞冷,那是别人的玩笑,是你的生活。 你不打起精神,别人会说你背影落寞,甚是可怜。 你打起精神,别人又会笑你没心没肺,或猜测你从这段婚姻中得到什么巨大利益。 怎样都是错。 打电话和父母讲了,母亲掉了一夜的眼泪,反复说,我的女儿,以后可怎么办啊? 好像已经遇见到她悲惨可怜的未来。 竹佩不得不动摇,她反复想,他们的婚姻还有没有出路。 想来想去,她看不到半点希望。 事实上,即使有路,也不取决于她,而是取决于那个男人,她的态度。 还没等她想明白,林栋突然没了消息。 第二天,她正在上班,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 林栋被抓了,因为有人举报他们的游戏有暴露画面,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影响。 竹佩不相信,林栋这样的人会去做这些乌七八糟的,她胆子那么小。 可人家警察说,她那个游戏本身问题不大,可她没设置未成年人进入的审核。 有小学生去玩并沉迷其中,这才被家长给告到派出所。 念她出饭,请家属去交罚款,办了手续人才能放出来。 竹佩傻了,再见到林栋,竹佩还是心如刀割。 她比她瘦得还厉害,垂着头坐在墙角的板凳上,羽绒服很脏,皱皱巴巴的,头发也油成了一条一条,像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尽管来之前,再怎么告诉自己不要心软,竹佩还是没忍住红了眼睛。 办好了手续,她跟着她出了派出所走了一段路,突然站住,没有像以往一样粘上来,只深深看着她,叹了一口气。 佩佩,我们离婚吧。 竹佩也看着她,怎么又同意了? 林栋扯唇挤出一个勉强的笑容,配上充血的眼睛和苍白的脸色,看起来竟然有些陌生。 我配不上你再在一起,只能给你丢人心买的那套房子,你喜欢就给你吧。 钱也是,剩的都归你我没什么本事,也给不了你更多了,就这样吧。 她说着低下了头,钱都给我了,你怎么办? 你爸妈要钱怎么办?她似乎在苦笑,好久才说,我不是他们希望的能源源不断给他们钱的儿子,我没那个能力。 不过他们现在应该已经知道了,警察先打了电话给他们,我自己你不用管,正口饭吃应该还是能做到。 林栋还是低着头,她脚尖前面一点的地方,有两个小水印,越来越深。 竹佩把手背盖在眼睛上,努力忍了又忍,最后点起脚,把她抱进了怀里。 她身上冰凉,额头却有些烫,还带着难闻的气味。 她按住她后脑勺,把她的脸埋在自己颈窝里,果然是湿的。 真的下定决心不再满足他们的无理要求了。 她低声嗡了一声,好久才说,警察说,我妈一听要罚款,就让找你我也是会心寒的她摸了摸她油乎乎的头发,那回家洗个澡吧,衣服也该换换了。 佩佩她抬头看她,眼睛里开始慢慢有光,你不怪我了。 怪啊,她淡淡说,你本来就做错了。 那竹佩叹了一口气,算你罪不至死,给你赐机会。 她的眼睛彻底亮了起来,抱住她狠狠往她怀里挤,老婆你可真好。 她垂她肩膀,起开起开,鼻涕都蹭我衣服上了。 这次是林栋自己主动打电话给她妈的,大意就是,公司被封了,钱都充公了,没法生活了,求借钱。 她妈之无半天说,让她把大房子卖了,就挂了电话。 一放下电话,林栋就笑了,老婆,我厉害不,他们再打电话来,我开口就借钱。 竹佩正在网上看床上用品,新房子交房两个月了。 早就通好风了,他们准备下月搬进去。 听见她这话,她泼冷水,骗不了多久的,你别小看底层不爱劳动人民的智慧。 林栋一噎,又摸着鼻子有点尴尬地说,你可真会讽刺人,不过以后我知道了,该我承担的,我一分不少,不该我承担的,我一分不给。 她回头看了她一眼,你记住这句话,就这样吧。 竹佩有时候在想,既然爱着,就再退一步吧。 生活不就是这样,有舍才有得。 那人再不好,只要她愿意和你往一个目标努力,生活总会越来越好吧。 最后,竹佩动了动鼠标,把一套运漆防辐射服放进了购物车里。 明年,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完结第二篇,相亲遇到自家老板,我一个激动,在他面前运土了。 凤子成婚,老板看着我手里的运简单,勾纯倾笑,好啊,我们什么时候领证。 老,老板你听我解释。 我手忙脚乱地抓回运简单,颤抖指向那串250-250-250的社保号。 老板,这一看就是假的社保号。 这张运简单是假的。 我不否认有讽刺相亲的嫌疑,今天也是来推着恼人的相亲的。 但身为无好社畜,公司蝉联三年优秀员工,我绝对不会装怀孕请运嫁,更没有骂老板250,让您当接盘侠的意思。 你不要吵我呀,沈云恒慢条思理地将运简单抽走,把我面前的那杯咖啡也挪走。 声线清淡,运期要控制好情绪,少喝含有咖啡因的饮料。 我惊恐地看着他。 老板你什么时候变成小龙虾了,沈云恒也静静地看着我。 我看见他眼底快速划过一抹难以言喻的笑意,接着便招来服务员。 一份红烧猪蹄,很快,一盘油汪汪红亮亮的猪蹄端上桌。 沈云恒直起刀叉,优雅地切下一块放在小碟子里,推到我面前。 我受宠若惊,可,怎么能麻烦老板您亲自话没说完? 猪蹄那曼妙的油香瞬间涌入我的鼻腔,下一秒,我的胃里煞食一阵翻江倒海我禁不住侧过身,弯腰挖得吐了一地。 怎么回事? 红烧猪蹄明明是我最爱吃的没有之一,而且我一个多月没吃应该要很馋很想吃的。 为什么突然觉得好油好恶心? 胡思乱想间,我白眼一翻,又吐了一滩,但也很快被一双有力的臂膀抱起,沈云恒在周围惊异的目光中抱着我走出餐厅。 又在门前顿了一下,诞生侧手,抱歉,我妻子是孕土,不是食物中毒,大家不要误会。 那就好服务生与顾客们纷纷松了口气,我强忍住再次吐出来的冲动,钻紧他规整的领带结,死死瞪着他。 沈云婷低下头看我,唇角弹钩,不然,想让店家觉得你在碰瓷。 不,我狠狠咬着牙,一字一顿,从牙缝间磨出,那份猪蹄可不可以打包带走? 怎么可以浪费那么完美的猪蹄? 我又没有怀孕,我,我只是最近一阵子犯了肠胃炎,确实不怎么舒服,反正挂个水就可以恭喜啊太太。 您怀孕六周了,妇产科大夫一份真正的孕检报告放在我面前,给我来了一个五雷轰顶。 我按着小心脏,惊慌失措地脱口,谁,谁的?啊? 妇产科大夫震惊一脸,瞬间用极其同情的目光望向我身后的沈云恒。 抱歉大夫,我太太是投胎,她是太紧张了。 沈云恒亲握着我的双肩,笑得无比温柔,和会议室里那张教训下属的冷脸,天差地别。 大夫这才失笑,没事没事,投胎紧张是正常的,你身为丈夫记得要多关心体贴她,有助于缓解孕期的焦虑抑郁。 我会的,多谢大夫。 沈云恒小心翼翼地将我扶起,搂在怀里,老婆,我们回家休息。 哦,我下意识顺着她应了声,下一秒迅速回过神来。 哦,什么哦? 我明明只是来推一单凡人的相亲,向到自家老板就算了,怎么会弄假成真,真的怀孕了呀? 还被沈云恒老婆老婆各种占便宜走出诊室,我立马从她怀里跳出来,东张西望寻找寄生科室。 沈云恒看出了我的意图,脸色皱沉,霸道地将我又拉回怀里。 我不许,什么你许不许的,又不是你我无奈地摇头,却又猛然顿住。 脑海里迅速浮现出个把月前,我和沈云恒阴差阳错, 一同运动的那个夜晚就大命,写小说都没有那么准的吧。 我再度攥紧沈云恒的领结,尝试说服他,老板,你应该也不愿意人生事业未来什么的就这样被影响吧? 对吧? 而且,相亲是建立在灵感情基础上的。 众所周知,相亲的婚姻最终都是搭伙过日子,我疯狂掰扯着各种大道理, 怎料沈云恒根本油盐不尽,直接弯腰将我横抱起,走出妇产科。 来到他那辆扎眼的阿斯顿马丁1七七前,你要回家,还是回我家? 身为总裁秘书,这个副驾我做过无数次,但被老板亲自系安全带,还是破天荒头一遭。 我看着那近在眼前,勾死人不偿命的完美俊颜,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沈云恒笑了笑,拉安全带的动作陡然变慢,半悬停在我身前。 想亲就亲吧,你上一次可都没犹豫,我赶紧别过脸去装死。 上一次是喝多了,喝多了怎么能算数? 沈云恒还是将我送回了我家,并贴心地给我批了一周假期。 老爸老妈听说我们相亲顺利,接连开了三天香槟庆祝。 第四天又买了一答,连带将沈家一家人请来继续庆祝。 两家人仅用一个小时就从婚宴地点聊到了新房地段,幼儿园及小学的师资实力。 而我到今天才知道,原来我老爸和我们沈董事长多年前是战友,过命交情的那种。 哥俩好退役后,一个进了商界打拼,一个热衷挖土考古,满世界乱飞。 很少再聚,直到大家的子女都熬成了大龄男女青年,俩老头一拍脑袋,安排了那场相亲。 臭老爸怎么不早说呀?早说我不就可以开开后门,而不是在沈氏累死累活实习大半年才混到个小助理,三年一步一个坑财爬到沈云恒身边。 哦,还不小心爬到了她的呸。 我赶紧将脑袋给甩干净,拒绝去想那个荒唐的夜晚。 家长们在客厅里谈笑风声,我叹了口气,偷偷拿一瓶香槟揣怀里。 下一秒怀里一空,一只该死的大手将香槟直接抢走,放回原位。 这是你能喝的? 沈云恒不悦地看着我,视线下疑,孕期要杜绝酒精,孩子更不能打娘胎里就养成酗酒的恶习。 我哑口无言,站在墙角默默翻白眼。 与此同时,我老妈正好路过,见我们剑拔弩张,不由得皱眉,你俩躲在这干什么。 沈云恒瞬间换了乖乖晚辈表情,亲密地牵住我的手。 温和笑道,伯母,我们正要到晚晚的房间拿一些东西。 这样啊,老妈勾起了苗董的姨母笑,朝我们挥挥手,去吧去吧, 一会开饭了,再喊你们下楼哈。 好,不等我开口,沈云恒直接拉着我上楼,目光请客间锁定一扇淡粉色,贴着大号美洋洋贴纸的房门。 我的老脸煞时红成一块新鲜的猪肝。 没事,我的房间里也有喜洋洋,你上次没看见吗? 沈云恒轻笑一声,将我带到房门前,偏头示意我。 我心里叹了口气,默默打开房门,将他推进去。 沈云恒背着双手,像参观他刚竞标成功的一块地皮一般参观我的卧室。 看得我怪不好意思的,老板,我房间没什么好看的说了多少次, 不要再叫我老板,叫我名字。 他偏头望向我,唇角淡淡勾勒,当然,你想叫孩子他爸也可以。 老板,老人家们不懂事瞎决定就算了,你可不要太过分了。 我暗暗捏紧了拳头,下一秒,却见他的视线落在我的书桌上。 此时书桌上正摆着一封醒目的大红色喜帖。 我愣了愣,猛然想起什么,把腿就冲过去。 沈云恒却掀我一步将席帖拿起,翻开瞥了一眼,视线划回我脸上, 这就是你那天喝得烂醉,哭着来找我的原因。 他翻开席帖第二页,看着上头的郎才女帽婚纱照, 书儿醋眉失笑, 唐秘书,你的审美是不是有点问题? 确实,这张婚纱照里的新娘甜美娇俏,新郎官顶多算是清秀儒雅。 当然,比不上老板您这张极富杀伤力的脸蛋了。 但这又不是重点。 我轻哼一声,没好气地将喜帖夺回来, 我又不认识这个新郎官,是新娘请我去当伴娘。 新娘哦! 沈云恒意外地扬扬眉, 是现在那新娘与我之间来回挤许,眉头簇得更紧。 老婆,难道你你想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我一个气急,忍不住拿席帖往他脑门一拍, 给他白皙的额心印了个掺金粉的红印子。 糟了,拍到老虎脑袋了。 我回过神,瞬间认怂,朝我亲爱的老板狗腿陪笑。 骚瑞呀老板, 我不是故意地我这额头也不是第一次被你弄成红色了。 沈云恒偏偏头,迅速将我拉入怀里,有力地臂弯估紧腰肢。 我们之间陡然变得极劲,他深深地凝视着我,薄唇顽味勾起。 唐婉婉,我们结婚吧。 我吓得脚下一滑,不等我开口,沈云恒笑了笑,又补上一句,已婚就不用当伴娘了,不是吗? 那,那我选择去当伴娘。 我泥秋一般,滑出他的怀抱,手忙脚乱地将原本放在洗铁下的大礼盒打开, 淋出一套淡紫色的礼服。 你看,伴娘服都给我量身定做送过来了。 话落,我看着那套优雅修身款的半漏被礼裙,默默地皱起眉头。 沈云恒看着我,忽而夺步走来,将那套礼服抽走,扔到一边。 接着一把扣住我的手腕,将我带下楼,快步来到谈笑风生的四老面前。 我不安地望向他,只见他气定神闲,朝四老翩然微笑。 伯父、伯母,我和婉婉决定领证了。 啊,第一个反应过来的还是我老爸,他看了看沈董事长,又望向他儿子。 小恒,你们会不会太快了点? 不会,沈云恒揽过我的腰,在相亲之前,我和婉婉已经相处了三年,我们早就互许心意。 你在胡言乱语什么呀,老板? 我每天也就帮你接打电话定制行程,最多给你一块吃午餐,我们什么时候互许过心意啊。 啊哈,难怪我看你们在公司每天都出双入队的。 沈董事长竟然也跟着助攻,打哈哈地拍拍我老爸的剑。 嗨,我要早点知道你是老堂的女儿,我们哥俩估计早就抱上大胖孙了。 四老再度欢声笑语,我嘴角抽抽,下意识揉了揉肚子。 却,确实很快就能抱上了真是没想到。 短短一周,我居然从相亲快进到怀孕,孩子他爹甚至是我的相亲对象兼老板,我还和老板直接去领了证。 做梦都梦不到这么快的发展吧。 假期结束,我拿着崭新热乎的结婚证,忐忑不安地走入公司。 抬头就看见沈云恒亲自在宫卫间走动,给目瞪口呆的同事们一个个发喜堂。 树到目光请客间朝我汇聚,我脑袋一麻,本能地转身要溜,又被正好走来的闺蜜孟田迎面堵截。 好啊,堂婉婉,结婚这么重要的事,我居然只能从朋友圈得知。 孟田故作埋怨地轻瞪我,旋即将我拉到一旁,朝不远处的沈云恒几眉弄眼,我就知道你们俩早有奸情。 说吧,什么时候好上的?能说是一周前吗?太离谱了。 我想了想,只能是干笑,一个多月前吧。 那也是够快的。 孟田点点头,面上的亚裔收敛了些,毕竟他自己也刚和认识半个多月的鲜肉小奶狗扯了证,哪里好意思再吐槽我。 嘿嘿,我心下小得意之计,孟田突然想到什么,又凑到我耳边。 对了,林雅晴是不是还请你当伴娘来着? 那你现在突然领了证,岂不是要气死他了? 哈哈他话音刚落,我的手机便叮咚响起,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 婉婉你怎么领证了呀? 呜呜呜,你居然不想做我的伴娘,紧好大哭,你不会也不来参加我的婚礼了吧? 可是咱们的老同学,还有教授,他们都会来,怎么能缺了你呀? 我不管我不管,你不做伴娘没事,但婚礼一定要来哦。 拜托拜托我,突然一阵犯了心,捂着嘴弯腰呕吐。 你怎么了?又犯肠胃炎哦。 孟田吓了一跳,拿过我的手机看了看,不禁好笑皱眉。 好吧,确实是看得人有点想吐了。 这真是个美丽的误会。 我无奈地看着他,又吐了一会。 下一秒,双肩突然被一双大手微微握紧,我被沈云恒迅速揽入怀里。 洗糖。 他淡然勾唇,用一袋洗糖将我的手机从孟田手里换回来,接着便弯腰将我抱起,在一片瞩目中走向总裁办公室。 孟田在身后忍笑大喊,沈总,什么时候摆喜酒啊? 在挑选场地了,沈云恒回首轻笑,将磨砂玻璃门关上锁好。 我举着塑料袋在沈云恒怀里大吐特兔,担心弄脏他的高定西装,期间我不止一次想从他怀里溜走,却又频频被他捞回去,反而被拥得更紧。 我不介意你吐我身上,他轻揉着我的后脑勺,语气说不出的温柔,生孩子是夫妻二人共同的责任,我怎能不分担老婆的痛苦。 说得我更想吐了,哇拉又吐了一波,我终于脱力,倒在他胸前。 好在,这个男人怀里有一股特别轻烈的草木冷香,竟神奇地让我舒缓了不少。 我开始贪恋这股令人宁静的香气,下意识往他的怀里缩缩,抬手轻蹭他的脖梗。 昏昏欲睡之际,沈云恒低手凑到我的耳边,声现暗哑。 不想去就不去,还是要去的。 我懒洋洋地将呕吐带扎好,扔进垃圾桶。 抬眼望向那张俊美无仇的脸,笑了笑,我和林雅琴从小争到大,我可从没想过要让着他。 好,不让着他。 沈云恒不知从哪儿又掏出那张喜帖,展开抖了抖,虽然我们结婚比他晚一些,但你老公确实比他老公帅多了。 老板你游得我又想吐了呀。 我悲催地捂住再度翻江倒海的胃,呼见沈云恒放开了我,转身抱来一支礼盒,轻轻打开。 那就穿着一套去参加婚礼吧。 我愕然低谋,礼盒里盛着一套中绣真丝旗袍,精美绝伦的苏绣点缀期间,金贵优雅。 我惊艳无嘴,老板你怎么知道我喜欢旗袍,这不重要。 沈云恒取出旗袍,视线一向办公室一侧的更衣室小门,忽而勾唇,去试试看。 我迷迷糊糊地被他送进更衣室,抱着旗袍发了好一会儿呆,不过有一说一,这料子确实舒适地令人爱不释手我深呼吸一口气,默默开始换衣服。 旗袍尺寸恰到好处,显然是为我量身定制。 可恶,他什么时候知道我的尺寸的? 我红着脸骂骂咧咧,将旗袍穿好。 全身镜中,温柔婉约的旗袍美人窈窕欲立,我望着镜子微微出神。 上一次穿旗袍,似乎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 那我好像,也没有那么喜欢旗袍吧。 身后门飞被轻轻叩响,换好了吗? 我下意识轻硬着,很快门被推开,那股轻烈的草木响起朝我袭来。 沈云恒从背后缓住我的腰肢,与我一块看着镜中的自己。 他疏而微笑,清澈真诚的眼眸里满是惊艳赞赏,丝毫不加掩饰。 我老婆真好看,我颤了颤,接着被他轻轻搬过身,挑起下颌。 本能地闪躲了下,腰肢却被沽得更为紧贴,我被他霸道地摁在衣柜上。 紧张什么,又不是第一次。 他低雅喝笑,轻手稳住我的唇,妈撒浅犬。 就在此时,办公室外传来了敲门声。 沈总,华月天地的合作商代表来了,可以开始会议了吗? 这是很重要的项目会议,我一个紧张,将沈云恒推开。 他看了我一眼,却只反身稍稍拉开更衣室的门,十分钟后开会。 好的。 声音远去,更衣室门被用力拉上。 沈云恒像是不满被打扰,他将我顾回怀里,加深了这个吻。 晚晚,以你间隙,他贴着我的耳畔,低雅呢喃,我陪你去参加婚礼。 我皱起眉头,洗帖上可没有你的名字。 会有的。 沈云恒意味颇深的勾唇,旋即松开我,转身出去,换衣服吧,开会了。 等我抱着资料进入会议室,看见那位华月天地的合作商代表时,我整个呆住。 这位代表大兄弟居然长得和林亚晴的老公一模一样。 看着他与沈云恒友好握手,我突然就意会了那句会有的。 婚礼之日很快来临。 我穿上那身旗袍来到婚礼现场,林亚晴看见我,眸间略过一丝意外。 却还是热情上前,握着我的双手。 婉婉,你来了,新婚快乐。 我笑着将礼金放入旁侧伴娘的小篮子里。 趁此间隙,林亚晴忽而朝我凑近。 婉婉,我以为你这辈子都不会再穿旗袍了呢。 我正了一下。 与此同时,我的手呼被牵起,宛入一席温暖有力的臂弯。 停车位有点远,我来晚了。 我下意识寻声抬眸,沈云恒微微添手,温柔又宠溺地朝我微笑。 心里某处姝儿柔软身陷,我姝儿笑开,朝她摇摇头。 旋即回望林亚晴,手臂顽紧,这是我老公送的,当然要穿了。 林亚晴看了沈云恒一眼,微微讶异之余,笑得甜美更甚。 看来,你老公不是很了解你哦,婉婉,就算是闪婚,也要建立在互相之根之底的前提下,不是吗? 还是说,她再度凑至我耳边,甜嫩的嗓音里多了一丝戏谑。 你为了不做我的伴娘,特意去雇了个男人。 宴会厅很是热闹嘈杂,林亚晴将声音压得很低,想控制在只有我能听见的范围。 然而,我被挽着的手臂却微微一紧,沈云恒的眉眼已燃脸下。 正在此时,新郎官徐徐向我们走来。 沈总您来了,欢迎欢迎。 她一改此前儒雅清俊的形象,挂上一脸谄媚的笑容,热情地朝沈云恒伸手,并拉过自家老婆开始介绍。 亚晴,这位就是华月天地的资方,我跟你说过的沈云恒沈总。 话落,林亚晴的脸色顿时像眼影盘一样,丰富多彩。 沈云恒连看都没看他一眼,是朝新郎官点了点头,便挽着我步入宴会厅,身后煞时多了一束将我千刀万剐的视线。 我心里突然爽到,点起脚在他耳边低笑,老板,你好像霸道总裁哦。 沈云恒看向我,眉头轻挑,怎么不是呢? 十一来宾到齐,婚宴正式开始,思宜大段大段地祝福语又长又臭。 两位新人的恩爱点滴,像是素材不够,硬生生被重复拼接了数次,凑够半个小时。 不光我听得昏昏欲睡,我身边的小屁孩因为菜迟迟没上,烦得就快掀桌子了。 我悄悄凑到沈云恒耳边,老板,我们的婚礼千万不能搞这种没营养的流程。 反正我们也没有吗? 嗯,听你的。 沈云恒点点头,依旧风轻云淡地端坐着,仿佛一切喧嚣都无法进他的身。 不愧是你呀,老板。 我按叫佩福,直到下一秒瞅见他另一侧耳里塞了个AirPods Pro 2。 真有你的。 婚宴流程终于结束,我身边的小屁孩终于能吃上喜宴,不闹腾了。 然而,一道道硬菜端上桌,无数油箱交织而来,我的胃接过了小屁孩的棒子,开始向我抗议。 直到一盘冰糖猪肘被转到我面前。 我瞬间捂住了嘴,但紧接着,我的双肩便被一双大手温柔扣住。 沈云恒看出了我的一样,朝我示意了一眼,我便顺着他的动作款款起身,由他轻拥着,离开席位。 找到洗手间,我终于忍不住,抱着心爱的洗手台,大吐特吐。 可算缓过进来,我洗漱整理好就要走出,呼瞧见沈云恒与林亚晴站在外头不远处的走廊边上,似在交谈。 我们家老板全程背对着他,也背对着我,这似乎令林亚晴更不爽了。 我看见他捏紧拳头,一改平日的甜美娇俏,你们只是闪婚而已,一定还没真正在一起吧? 他冷声吃笑,别怪我没提醒过你,唐婉婉的丑陋,是个男人都无法接受。 他的前男友还为此吓出了精神疾病,如今还在国外疗养呢。 闻言,我浑身皱冷,下意识攥紧了衣角。 说起来对,我们那晚,应该是没开灯的。 而我在沈云恒醒来之前,就悄悄溜了。 他应该他很美。 沈云恒促然开口,接着,他终于转过身,淡淡逆向满脸愕然的林亚晴,谁说我们是闪婚。 我和婉婉已经相爱三年了,他如今怀有身孕,你说我们在没在一起过。 话落,我突然又是一阵翻江倒海,忍不住约了一声沈云恒请客间注意到我,当即掠过已经僵化的林亚晴,朝我走来。 他将我拥入怀中,满眼宠溺与包容。 这儿不干净,我们回家。 经过林亚晴身侧,他似乎心有不甘,突然抓住我的手。 他看了沈云恒一眼,又冷笑撇向我。 唐婉婉,你以为你移情别练了,就不必再为陆成当年受到的伤害负责了吗? 身旁气压骤沈,沈云恒的脚步明显加快。 但我却顿住了步伐,侧过身,平静地看向他。 该对陆成负责的究竟是谁,我想你应该比谁都更清楚。 还有,陆成几个月前就已经康复,何来还在国外疗养一说。 我微微偏手,笑着凑到他耳边。 小晴,你是真不知情,还是心怀愧疚? 我与沈云恒相邪离开,身后骤然传来众物落地的梦想。 回到宴席,只见我的位置边突然围了好一群人。 都是当年的老同学,还有几位恩师。 大家见了我,纷纷热情地迎来,只不过这份热情中显然掺着一丝愧疚。 我轻轻拉扯沈云恒的衣袖。 他请客间会议,紧了紧我的肩,旋即走向那群人。 说了些什么? 所有人煞时不在上前,只纷纷朝我抱以微笑, 看着沈云恒拿回我的手包,与我一同离席。 回程的车上太过安静,我看了看平静如常的男人, 不禁笑了声,朝他挤眉弄眼。 老板今天吃了不少,我的瓜傲沈云恒好笑了下, 空出手揉了揉我的脑袋,依旧不语。 我微微皱眉,你都不问问路程是谁的吗? 沈云恒扬眉,我在这孕妇,要专心驾驶。 我,十三沈云恒非常专心地将我再回了他的别墅。 想起上一回到这儿来,我似乎还坐在他家门口, 发了好一会儿,酒疯我突然有点尴尬, 下意识攥紧安全带。 老板,我,我想回我家。 你是我老婆,这里不也是你家吗? 他可没管我,主动帮我打开安全带后, 便下车到另侧开门,将我抱出去。 沈云恒没有和家人住在一块, 偌大的别墅只有他和一堆智能家居。 还有一只摇头摆尾的温顺大金毛。 哦?大金毛原本开开心心地来迎接他的主人。 下一秒看见我,却瞬间杀住脚步, 一脸猛逼地盯着我。 我突然想起那一晚我撒酒疯时, 不但抓着他各种揉搓。 好,好像还吐了他一身妈妈呀。 我撒起酒疯来,好像很人嫌狗艳啊。 我羞愤我捂住脸, 耳边传来沈云恒的低笑。 他将我抱到沙发上, 旋即朝大金毛招手, 语调温柔,毛毛, 过来。 汪屋毛毛应了两声, 步伐小心翼翼地朝我靠近。 沈云恒在此时轻轻辅助我的小腹。 毛毛看了看他, 又往前两步, 在我肚子前秀了秀。 紧接着, 他竟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又阴阴两声, 鼻头在我的肚子上轻轻蹭着。 大尾巴摇得越发欢畅。 你瞧, 毛毛已经知道我们有宝宝了。 沈云恒抬起另一只手扶过我的脑袋, 在我额头上落下轻轻一吻。 无边的暖意煞食自心间连衣泛开, 我鼻尖一酸, 眼泪滴到他的手背上。 沈云恒笑而不语, 低手将我的泪花吻去。 我和毛毛兵士前嫌, 玩了一下午。 入夜, 我看着在厨房里忙活的男人, 掰着着手指, 犹豫着今晚要不要回家就在此时, 一个跑腿小哥敲开了沈云恒家大门, 送来了一大包我的衣服和洗漱用品。 老爸老妈狡猾的笑脸, 煞食具象化在我眼前。 不愧是你们呢。 饭后, 我站在沈云恒浴室里, 对着那面巨大的半身镜发呆。 凉酒, 我深深呼吸着, 将旗袍盘扣解开, 闭着眼走入淋浴室。 温热的水花倾洒在后背, 脑海里突然多了一些破碎的画面。 那一晚, 我烂醉如泥, 似乎是沈云恒将我抱进浴室的。 我疏地争谋, 下意识地反手按住后击鼓的位置。 那只鲜少被碰触的恶魔, 仿佛感应到了我, 一点一点地将我的指尖啃视。 下一秒, 却又化作温柔绵延的吻, 细密地包容着我的每一寸肌肤。 我拎着旗袍走出浴室, 沈云恒已经在另一间房, 也洗漱沐浴好, 穿着真丝睡袍坐在床头, 安静地翻阅着一本原文书籍。 我的脚步愈发缓慢愁愁, 他听见了, 笑了笑, 合上书本朝我望来。 老婆, 上一次你可是很主动的。 他摇头起身, 将旗袍接过, 拿出衣架挂好。 接着迅速弯腰将我横抱起, 送入被褥。 我一惊, 下意识地捂住小腹, 警告地盯着他, 老板, 你, 你不能欺负我的宝宝哦。 他乘身俯视着我, 却猝然失笑, 我是那种扎爹吗? 还有, 说了多少遍了, 不要再叫我老板。 话落, 沈云恒缓缓轻手, 稳住我的唇。 以你撕膜间, 他逼哑着磁性十足的嗓音, 一遍又一遍地哄求, 乖, 叫老公。 我忽然感觉, 我的心像是变成了一颗 隔水中里的巧克力, 就快被他哄化了。 老, 老公。 我恍惚着唤出声, 沈云恒的吻僵致了一瞬, 接着我听见他轻笑一声, 捉过我的手, 食指紧紧交扣, 摁在他坚实的胸口, 感受那有力搏动的心跳。 他眼尾飞红, 郑重地凝视着我。 唐婉婉, 我爱你。 我对林雅晴说的都是真的, 这三年的每一分每一秒, 我都在爱你。 啊? 我大脑当机三秒, 接着紧皱眉头, 你明明以老板的名义压榨了我三年。 沈云恒微微睁大双眸, 下一秒扑斥一笑, 我什么时候压榨过你, 你我脑子一热, 就要列出他的各种最终。 可回想这三年, 似乎每次加班, 陪我到最后一秒的永远都是他。 工作上出现纰漏, 他除了指出错误, 让我改正, 也从未苛责我, 工资都没扣过我一分。 每一次应酬, 他的西装永远都系在我的腰间。 可是, 这也不能算是爱吧? 想起我们那两本犀利糊涂领的结婚证, 我心里莫名有些赌, 不禁撇着嘴滴滴控诉。 你说你爱我, 你又没告诉过我, 我怎么知道啊? 我越想越郁闷, 你没追过我, 也没给我送过花, 我们结婚也没有求婚, 没有钻戒, 更没有蜜月旅行, 我话未落, 耳边稀疏响动, 一束热烈的红玫瑰突然陷于我眼前。 玫瑰间拥促着一只酒红色灯芯蓉的小盒子, 在勾引着我打开它。 我忍住伸手的冲动, 没好气地瞪它, 你这是马后炮。 那我问你, 沈云恒将我抱起, 与他面对面坐着, 他看着我的眼睛, 一字一顿, 如果我三年前追求你, 你会接受我吗? 我张了张嘴, 突然说不出话来。 正在此时, 旁侧手机叮咚响起, 许久未联系的名字出现在推送栏中。 路程, 我回A城了, 刚下的飞机, 明天有时间吗? 我们一起喝杯咖啡吧。 十五空气突然有些凝固, 沈云恒看了我一眼, 突然起身, 但紧接着又转到我身后, 伸出双臂从背后抱着我, 双手握着我捏紧手机的手。 他没有说话, 只引导着我解锁手机, 打开路程的聊天界面。 拇指轻敲, 输入一个个字, 抱歉, 我老婆已经睡了。 我眼睁睁看着他直接发送, 下一秒, 手机被扔开, 他抱着我倒入被窝, 食指紧扣。 你白天不是要我问, 路程是谁吗? 沈云恒将脑袋埋入我的肩窝, 语调低哑, 隐隐带着一丝吃味感, 我现在问了。 我被他难得的小脾气给逗乐。 眨了眨眼, 路程是我的大学学长啊。 沈云恒显然不信, 臂弯更紧, 就这样, 确实也差一点不止这样。 我转过身, 捧起那微微不悦的俊脸, 眉头青阳, 他还没来得及跟我告白, 就被我吓疯了。 三年前, 我女成副业, 是那大考古系大四学生, 并在一次教授带领的考古发掘活动中, 认识了随团拍摄的摄影系研究生, 陆程。 陆程清俊温和, 风度翩翩, 是那大的风云人物, 追他的女生, 能绕大好几个圈。 其中就包括, 我的渊虫发小, 表演戏再读的林雅琴。 陆程加入我们考古小队后, 我俩的接触便越发频繁, 他看我的眼神, 也越来越特别。 直到校庆晚会前夕, 林雅琴的舞台剧团队临时缺人, 在他的软磨硬泡下, 我只好过去顶了一个路人甲角色。 正是演出那晚, 我在后台更换舞台剧的 背拉链式旗袍戏服。 就是这么凑巧, 陆程在此时无故开门, 走入了更衣室。 我习惯性地关灯换衣, 令更衣室光线昏暗, 他则在此时, 看见了我后背盘踞着的那只魔鬼。 陆程就这样疯了。 听完我的回忆, 沈云恒眉宇微醋, 似是不解。 我耸了耸肩, 书儿坐起身, 背对着他。 深吸一口气, 睡裙丝带皱落, 将背后的圣景展示给他。 我背后的魔鬼, 是一块腹满大半背部的大面积 烧伤疤痕, 斑驳的印记描绘成一张扭曲可怖的面孔, 仿佛地狱深渊走来的恶鬼, 害人至极。 这一刻, 屋内的一切, 变得无比禁忌。 果然, 连沈云恒都沉默了。 我心下失笑, 也耐不住背脊的寒凉, 抽起丝带。 就在此时, 一双有力的臂膀突然将我拥住。 温热的吐息细密地散落在魔鬼盘踞的位置, 紧接着, 他被一抹微妙地柔软轻轻碰触。 种下一个又一个温暖的吻。 沈云恒, 他在亲吻魔鬼。 我被他的举动震慑, 下意识地轻正, 却被他迅速转过身, 扣着我的后脑勺, 辗转前犬。 晚晚, 我说过, 你很美。 以你间, 沈云恒哑声低笑着, 满眼宠溺与包容, 他不是魔鬼, 他是这世间最美的艺术品。 我不是第一次对他顶礼膜拜。 他说得很认真, 认真的令我煞时回想起那个疯狂的夜晚, 脸颊不争气地变堂。 时, 什么顶礼膜拜啊? 你这个人的审美真是有大问题。 只要是我所珍视, 并下定决心疼爱呵护一辈子的, 在我心里就是最美的。 而且, 听完你的故事, 我竟开心极了。 沈云恒笑了, 笑得令人目眩神迷。 他温柔地将我揽回怀里, 常常舒了一口气。 我亲爱的老婆心里并没有别人, 那这个位置我要定了。 好了, 收回你的甜言蜜语。 我无语地抬手在他面前晃了晃, 坐直起身。 认真问他, 说实话, 你觉得我的后辈, 真的有下疯人的潜力吗? 难度很大。 沈云恒双眸轻晃, 突然笑得意味深长, 但是, 今天看见你发小的父母, 以及他的公公婆婆后, 似乎又不是很难了。 因为我们有下疯人的潜力, 所以我会有机会的大事。 如果我们有下疯人的潜力, 我们有下疯人的潜力, 我们有下疯人的潜力,